- 左營的連吃坦 來到高雄 我覺得真的不能錯過左營的連吃坦 你好 我是說書人Vocal 這一集我們要去的是 故事滿滿的左營連吃坦 和超特別的社區建築 一起來看看吧 我一直都喜歡吃餛飩 而左營大陸上 有幾家非常知名的餛飩 那就是開業據說超過50年的 焚羊餛飩 以前的市場 已被拆除 小店現在已經變成了氣派的新店 窗明激進 冷氣開放 一樓滿了還有二樓 在菜色上除了經典的餛飩湯 現在還能加麵線 泡麵 冬粉 湯圓 蛋 一起吃 這裡的餛飩口感的確獨樹一格 皮雖然薄 但內餡緊緊的抓著皮 不會輕易散掉 一口咬下肉餡 Q彈扎實 香又入味 吃餛飩時記得試吃他們的豆瓣醬 很對味喔 湯裡有胡椒 但湯頭對我來說偏淡 不過我本來就比較重口味 如果你們吃過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大家覺得如何喔 喔我們到了 延遲潭 然後 好好玩喔你看這個 就大家在玩這個 關於是 什麼滑水嗎還是衝浪 但是就上面有一個東西帶著他們跑 然後轉換方向 好有趣喔 走吧開始逛逛吧 來到高雄 我覺得真的不能錯過左營的蓮池潭 他以前也叫蓮花潭 是左營區最大的湖 除了能夠遠眺半屏山的山色 裡面還有大量的蓮花 荷花 每到夏天啊 視覺上真的是一絕 再加上1976年建起的龍虎塔 有點超現實 又有點古文敏感 讓這裡在2004年CNN的報導中選為高雄必遊景點 實至名歸 近年來每年的秋天還會舉行萬年祭 熱鬧無比 除了蓮池潭本身 他的周圍更是探索不完 像是幾十座廟宇 舊城遺跡 眷村 市集等等 我們這次來說說龍虎塔吧 這兩座塔高有七層 冷暖色彩鮮明對比 遠看典雅中帶有氣勢 近看高聳壯觀 要入塔時 從龍口進 虎口出 據說能趨吉避凶 一走進裡面能夠看到勸勢的焦紫桃作品 龍生裡與虎生裡的故事各有不同 包含了24校 十殿炎王 七十二賢士 三十六工匠圖等 可以稀稀欣賞 我們花點離奇燈上比較沒有遮蔽的龍塔 映入眼簾的就是壯闊的蓮池坦井 還能看到遠方的半平山 與號稱東南亞水上最大的玄天上帝巨神像 心胸也因此開闊起來 走到啟明堂 這邊故事也多 他敗的是文武二聖 也就是孔子和冠宮 再走兩步 這裡還有被春秋二閣所圍繞著的奇隆觀音 實在太美了 把東方的仙佛美學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家過來的時候 不妨走到五里亭回頭看看啟明堂 春秋閣 奇隆觀音彼此交融的畫面 不管是搭配上白雲藍天 或是夜幕細色 想必大家都能明白我在這裡的感動 這張就是我在這所拍下的作品 簡直像在夢裡的畫面 跟你們分享 到了原地廟 終於能夠近距離接觸這手握天下第一件的巨神像 玄天上帝 他也被稱作北極大帝 民間故事裡 他原本是屠夫 得到後肚子變成龜仙 腸子變成蛇仙四處作亂 玄天上帝用他的36關將抵押借來寶劍 才平息這場禍亂 對了 廟前兩排栩栩如生的石像就是那36關將喔 聽完故事再看著巨神像 還有他高達38.5公尺的寶劍 整個畫面都跳出來了 這裡有很多烏龜和雞鴨 非常可愛 還能夠投籤許願 來看我在地朋友示範一次吧 哈囉我們到了一個 很多人來拍照的社區 離開蓮池潭 接下來要去一個 非常有味道的社區拍照 他的名字是 果貿社區 由眷村改建而成 年輕人口外移的比較多 住了很多榮民和海軍眷屬 這裡因為建築風格實在太特別 而引來很多人拍照 大家如果想過來拍 一定記得不要大聲笑鬧 也別流下垃圾 畢竟這裡是人家生活的地方 都說這裡特別 特別的原因是他圓弧形的建築 而且每戶之間看起來非常密集 曾有居民在訪問中表示 這樣彎曲的設計 是因為要讓左營軍港 避免被住戶看得一清二楚 有保密的作用 大家說這裡像香港 其實我個人覺得 果貿社區真的很有自己特色 不用像任何地方 除了好拍之外 果貿同時還是美食天堂 又離蓮池潭很近 真的值得安靜的來走一走 如果在社區遇到老人家們 可以帶著溫暖的心 向他們點點頭 因為這些軍人或眷屬們 背後藏有著不少艱辛的故事 好啦 Vlog到這裡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